快点快点 我跟你俩说 我新接了个节目 叫大力调解 专门调解夫妻之间的矛盾 我那俩嘉宾临手车来不了了 你俩帮我顶一下 二双通 不是你跟我穿这也太恶心了 我走着大街 好几个人看我全吐了 是 咱俩这是别给你整漏了 整漏一带整 我跟你俩说 按事先安排好的来 不干涨房租 到点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大力调解节目 我是主持人彬彬 今天呢 我们有请到了两位嘉宾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掌声欢迎她们 矛盾 臭不要脸的 你吐息我 打死你 臭不要脸 臭不要脸 你吐息我 冷静冷静 来请坐请坐请坐 快请坐啊 等我逼着你的 冷静冷静啊 气死我 别生气 别生气 你能逼着 那边人 请坐 打乱了 这怎么回事啊 刚结婚吗 发生什么了这是 打成这样了 他欺骗我 我啥事骗你了 咱俩出对相声你咋说的 他跟我说呀 他家老有钱了 我问他 我说你爸开多钱车呀 他咋说的啊 我爸那车呀 两千多万呢 我一打听 火车两千多万是吧 有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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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一说你还机咋呀 你好 结婚之前 他也跟我说 他家老有钱了 说那公司留水 一天一个亿 那挺有钱呢 你咋不问他咋花呢 咋花呢 烧着花 烧着花 啊 明白了 那个啊 我想问的呀 是你俩婚后的生活 婚后矛盾 他太大 啊 我同意 你怎么那么有自信呢 我说你年龄 大 啊年龄啊 请问这位女士 您的年龄是 方便说吗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 小女生们的秘密哦 你都老娘 你还小女士 你老娘 是别的 老娘 她只有接受不了 啊 职业 请问这位女士 您是做 其实 你看出来了 我是一个专业的 模特 啊 模特是吗 是的 那为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来走一段怎么样 来 音乐 哇 她平时穿的更少 内衣模特 我接受不了 这你就不懂了吗 说明你太太什么 太太的身材好 你看看 她那叫身材嘛 像常年怀孕赏个月子 那女女们见面啊 问我 卓啊 你媳妇怎么干怀孕不生呢 逻辑 你看不上我了 别急要不要入戏了 入戏了 看不上你了 戴个假头套 以为自己是女的了 挺个大肚子 以为自己能生 哈哈 冰冰 录录不了节目了啊 乔彪 人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人你也不是两三四五六七天了 知道不 什么要干我 来吧 谁呀 来来来来来 怎么的 那谁呀 谁 谁呀 我找死你了 不要淘搜紧我 又淘搜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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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调解 调解的稀碎 咱们下期再会 罗吉球标 好 谢谢 罗吉 作为队长的你 上周本小组排到了第二的好成绩 并且咱们的所有的积分也在靠前 我们听听三位评论老师 对于你们今天的表演 他们做何点 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你两个就是你来反串的这个特点 就是这个人物关系 它的冲突特点没发挥出来 所以就是它没起到很强的作用